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又是什么摧毁了这颗迷日之星呢 今天就让柯代表带大家一起揭开这背后的阴暗面纱 丽尔他也简称丽尔 2018年时他才9岁 却已经成为了最受瞩目的新型网红 巅峰时期在ins上拥有高达上百万的粉丝 也曾与一众知名rapper进行合作 更是一度登上过早安美国 这样一个重量级的电视节目 无论在哪都能引起热烈的讨论 可以说在那段时间里 无论你承不承认 他都是世界上最火的网红 而对于他的视频内容 也只能说是一言难尽了 大家可以先来看视频 他在网络上最早发布的大都是疯狂炫富的视频 视频中这位小女孩手里拿着大把大把的金钱 肆意挥洒 而且言词粗鲁脏话不断 疯狂的一挤一动都让人不爽的同时 还有一丝疑惑 这小孩脑子是怎么长的 为什么才9岁就可以这么粗鲁 那些不堪入耳的言词又都是谁教她的 而且大家都知道你只有9岁了 Dark不必如此反复的强调 甚至在后续的一些视频中 我们还能听到小女孩说出一些种族歧视点语 不管怎么看 这都不是一个正常9岁女孩应该有的样子 而证实这样的反差让她在网络上爆火 这也让小女孩认识到 这就是一条可以快速变红的通道 于是在炫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炫航车 炫名牌包包 炫豪宅等等 更是会拍摄一些很夸张的视频内容 来吸引更多的人去关注她 而证实这种惹人争议的视频内容 导致围绕她的讨论变得越来越多 在因此上 她成了该年涨粉数最多的博主 TikTok上的每一条视频 更是能够收获高达上千万的播放量 在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时候 不少的知名网络主播也参与到了其中 很多的油管的知名博主都下场 为这件事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不管是黑红还是大红 反正立而她彻底的出名了 这也是让很多的品牌商都注意到她 资本商也开始靠近这位新崛起的网络红人 想要依靠她的热度来谋取更多的利益 但是人红是非多 更何况是这么一位本身就充满非议的网红 网友们诅咒她的同时都对她的绅士感到好奇 究竟是什么样的家庭 可以让她在这么小的年纪 就拥有如此多的财富 而在莉莉发表视频说 所有的钱都是自己挣以后 又怀疑这些钱真的都是她一个人挣来的吗 究竟是什么样的方式 能够让一个甚至都未成年的小女孩 拥有这么多的奢侈品 跑车 豪宅等呢 而且她在网络上做出如此粗鄙的事 她的家长都不管了吗 种种的问题都让网友开始调查 这位年仅9岁的加拿大华裔小女孩 但事实却让大家都为之震撼 这位号称意念能够挣1亿美金的莉儿 其实并没有那么有钱 她的母亲叫做安吉拉田 是加拿大的一名普普通通的房产地经理 更让人震撼的是 莉儿早期视频中拿出来炫耀的红色豪车 其实并不是莉儿的 也不是租车租来的 而是她母亲公司老板的私人座驾 而视频中出现的豪宅 更是公司内正在对外销售的商品房 而且莉儿几乎所有的视频 都是其母亲一手拍摄的 在这件事曝光以后 网友们还发现其母亲安吉拉 早早因为违反规定 而被公司刺我辞退 变成一个无业游民 难怪那段时候 莉儿的视频突然高产起来 可代表还以为是爆红之后变得勤快了呢 原来原因在这儿啊 但对于已经走红的莉儿来说 这些黑料并不能够击垮她 反而会为她引起了更大规模的讨论 之后莉儿更是开始 与一些知名的rapper进行合作 不断地参加商业活动 名气越来越大 这一切都吸引着很多知名的经纪人 想要签下莉儿 他们通过Instant是要媒体 向莉儿发送了请求 但是他们都遇到了一个关卡 那就是莉儿同母异父的哥哥 杰森田 在2018年的时候 杰森也只有16岁 是一名重度的说唱爱好者 所有想要联系莉儿的人 都要先通过杰森这一关 因为他是莉儿所有账号的管理者 但面对如此多的摇距 无论是安吉拉还是杰森 都对于非常谨慎 不管多么有诚意的合约 都没有接受 而其中一位名叫迪欧米的经纪人 本着长期合作的心态 选择了给他们打白宫 在没有合同的情况下 承担了莉儿几乎所有的经纪活动 在一切进入正轨以后 迪欧米希望莉儿一家 能够更加约束自己 不应该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 就擅自缺席活动 而且应该在今后的视频中注意言辞 这样才能接触到更多的品牌方 但这一系列的提议都被杰森给拒绝了 他认为莉儿之所以能这么活 就是因为视频中夸张粗鲁的风格 所以今后不仅不会改善 反而可能会更加的粗鲁 在莉儿成为全球最火的网络红人之后 很多的人都好奇 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 竟然让一个年仅九岁的小女孩 成为了这样一个出口成仓的人 但却是真无法解惑 直到一个视频的流出 让一切真相都水落石出了 这个视频是莉儿录制视频的花絮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莉儿如果离开了镜头 更像是一个沉默的人 而所有的台词都是其母亲和哥哥设计的 莉儿经常会因为表现不够粗鲁夸张 而被要求重新录制 反复的录制 渐渐地让小女孩的脸变得通红 可见原先那些视频中小脸通红的样子 原来并不是因为其打了腮红 而是因为不断地标求大声说话而导致的 如果莉儿情绪表达不到位 安吉拉和杰森甚至还会辱骂莉儿 视频中的一切彻底点燃了网友们的怒火 他们发现原来莉儿并不是真的那么粗鲁 反而只是其哥哥和母亲 制造出来的一个赚钱工具 而他们为了赚钱 就将莉儿教导得满嘴脏话 言行夸张 在这之后 网络上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视频 里面的莉儿会因为抽血烟而被呛倒 这个视频让网友彻底看出了真相 于是纷纷采取了自己的手段 想要拯救莉儿 他们又在推特上进行拯救莉儿的投票行为 更又通过相关部门 希望能够使用法律手段 来让莉儿逃离恶魔的控制 但是这一切都失败了 莉儿之后专门为了回应此事 而在电视采访中声称自己是自愿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心甘情愿做的 但是看着这双都快要哭出来的眼睛 可代表相信各位网友都有自己的判断 最终 莉儿的父亲出面了 而正是他的出面 让网友们终于看清了真相 原来之前不签合同 是因为莉儿的金服人有两位 而莉儿的父亲并不知道这件事 所以无法签下有效的经济合同 莉儿的父亲是加拿大的一名律师 在领回莉儿之后 她声称安吉拉是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 做出了这些行为 现在她需要将所有的一切都掰正 所以已经要求安吉拉删除了账号上所有的视频 并且会将莉儿带回加拿大 表示会好好抚养她长大 并且在其长大之前 禁止其使用社交媒体 等到她有自我判断能力之后 再给她自由 其实在这里面也有只猫腻 莉儿之前的爆红程度 这位父亲不可能不知情 但是为什么会在莉儿火了之后 才开始争夺她的抚养权呢 这奇争的谜团还有很多 我们可以静观其变 看看这件事情究竟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结局 但这件事后 安吉拉和杰森二人贼心不死 在莉儿被父亲带回之后 还在印则上发布了一个公开募捐 希望能够求到钱来打官司 虽然整个推文都是以莉儿的口吻发布的 但是细线的观众应该都记得 可代表之前说过 莉儿的所有账号 其实都是由这两人把控的 所以这条推文不仅不是一个真正的求助信息 更可能是安吉拉和杰森前话完之后 在网络上进行的乞讨 现如今网络的发达 给现实世界带来的巨大变化 已经让不少的人被流量红利所迷了头脑 甚至还出现了像莉儿这样的受害者 莉儿当时只有9岁 她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在网络上发出这种视频 对于自己的将来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而且长时间被人添加了这样的人设 对于小孩子成长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但是安吉拉和杰森二人却从未考虑过这些 这样的行为与恶魔合议 明明是莉儿最为亲近的家人 却亲自将莉儿推入了万丈深渊 好在最终的结局在目前看来还算美好 但伤口治愈之后并不代表伤口就不存在了 更何况这段回忆已经永久地留在了莉儿心里 留在了网络上成为了永远无法翻篇的黑历史 视频的最后 柯代表也只能祝愿这样的家长 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少一点 受到伤害的小孩也能尽可能的少一点 都说陷入恋情中的女孩子 智商会瞬间降为负数 哪怕是男方的爱有些廉价 女孩子也不会在意 反而会为自己的男朋友说好话 可这并不能成为男方在感情中 对爱情敷衍了失的屏障 更不能利用女孩子对自己的爱 而变得抠门 不愿意付出 不止一个女孩子因为男朋友的过于敷衍 而放弃了这段感情 而就在前段时间 有一位女生被自己的男友求婚了 沉浸在幸福中的她 便在网上晒了男友向自己求婚的 一刻拉活口赞见 并配闻道 杨先生拿差不多攒了一年的存款买的钻戒 还是让我很高兴的 但是开口圈真的个手 还很丑 同时还感慨道 男孩子想娶个媳妇 成本真高 一刻拉钻戒 一千多亿碗的酒店 在家请朋友吃饭 这还只是求婚 但令人意外的是 这则消息发出去之后 不但没人祝福他 反而网友都在提醒他 这个钻戒很有可能是假的 一来从戒指的活彩来看 这钻戒更像是莫丧石 二来真钻戒绝大多数都不是活口的 都是根据手指圈定制的 也就是说 不能调整戒圈的大小 连做珠宝行业的网友和金店的贵姐都提醒他 钻戒都是死口的 活口的都是告石 一百多块钱 随后 大家都纷纷劝他去做个鉴定什么的 然而他丝毫不怀疑男友 反而在评论区和网友互怼 面对网友说他的这枚是假的 他则反问道 你们买的就一定是真的 凭什么我的就是假的 只能说 网友的眼睛是血亮的 很快就有人上网在某电商平台上 曝光了他晒出的那枚钻戒的同款和价格 平台上标价一百七十九点九元 而且还带着证书 不过在此期间 仍有网友安慰他 劝他别听评论里的胡言乱语 戒指虽然是假的 但是心一定是真的 还有一定要相信爱情 钻戒怎么就没有活口的 人家不就买到了吗 两人一定要结婚 等等安抚女子的话 可打脸的时刻来了 仅仅过了一天之后 男友就跟女生承认 戒指确实是假的 而得到这个消息的当下 女生顿时有些崩溃 而且他也没含糊 当场就跟相处已久的男友提出了分手 见此 网友又出来调侃道 果然是见光死啊 男友肯定也没想到 自己居然遇到了一群明察秋毫的包青天 其实很多女生并不是需要多贵重的礼物 但他们绝对会介意男人的欺骗 假如这个男生实事求是 承认自己预算不够 或许也不至于闹到分手的地步 而除了这个故事 之前还曾有一个爆火全网的六周年拉菲草事件 当时有一位男生录制了一段视频 是关于自己给女友准备六周年恋爱礼物的记录 在这段视频中 男生首先送了女生一件自己穿过的旧棉衣 并配纹 忍痛给他了 然后开始铺一层拉菲草 紧接着又放了十个小瓶的旺仔牛奶 接下来又开始铺拉菲草 网友们都很期待 接下来这一层会是什么 这位男生却只放入了一些超市买来的小零食 接下来是下一层 网友感叹道 这一层应该有点东西了吧 然而这一层只有一个帽子 一个小蛋糕 一盒酸奶 接下来又是一层拉菲草 随即就盖了起来 男生居然还自嘲 箱子买大了 男生在最后还表示 希望感情可以一辈子不输给时间 可在这深情的背后 却是所有东西加起来 不超过两百块 礼物还是到付的假心意 也就是说 这位男生连快递费都舍不得出 不难看出 这位男生的礼物充满了敷衍 反观另一边的女生 她在几个月之前就开始存钱 打算买下送给这个男生的礼物 据说是一双AJ 一块键盘 和一本记录了他们点点滴滴的书籍 由此便可以看出 在这段感情中 女生的悉心准备 换来的却是男生的敷衍和草草了事 面对礼物过于喊森 而遭到网友的质疑与讽刺 这名网友后续又发了一个女友的开箱视频 网友还猜测 估计他是想告诉大家 自己女友都没说什么 你们又来凑什么热闹 而在男生放出的视频中 他的女友显得很是惊喜 还一定要是有全程录下来 觉得这是一个极其神圣的时刻 结果在惊喜之后 拿出来却是个男方穿过的外套 更吃惊的在于那个帽子 起初还以为是专门买给女友的 结果这个帽子也是男生自己的 视频拍摄期间 女生的室友们也很善良 一直在打圆场 但是大家都从开始的兴奋 到后面逐渐变得沉默 可无论如何 这个女孩子都要面对一件事 那就是在室友包围之下打开的箱子 最贵重的竟然是男友穿过的棉袄 事发后 女生的室友表示看不下去了 也出面回应了 而那名女生则发文回应道 事情发酵的第二天就已经分手了 文中还表示 之前和男友提到 别人男朋友送的礼物时 男友每次都会大发脾气 更令人心疼的是 这件事情被曝光之后 女生的父母很生气 同学 老师也逐渐疏远了他 因为大家都认为他是恋爱脑 据说这次分手 还是男方主动提出 因为他说不想再被网络暴力 不过很多网友觉得 幸好是分手了 这样诡计多端的男人就应该远离 也有人说 礼物的价钱或许并不能说明什么 可是送礼物的心意是否真诚 却也能在你来我往之间 认清这段感情中 有几分真和几分假 而网友们明察秋毫的英勇时刻 还有另外一件 与前两个故事不同的案例 有一个女孩子发了一条视频 说是跟自己领证五个月的大叔 一起回西非 看上去怀着宝宝 非常幸福的样子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女生是00后 而她的另一半 则是非洲85后 本来以为没有什么 但是一点开下面的评论区 都是说劝她不要去的话 说南方的承诺 和对家乡的描述 都只是虚构的而已 而且最关键的是 就连海关都在劝说 她不要去 要想清楚 然而即便如此 还是没人能拦住她 但奇怪的是 之后她就再也没有更新视频 也没有回复网友 对此 网友们纷纷表示对她的担心 觉得如果她到了的话 应该会更新视频 让网友们放心 绝对不会这么长时间不回复 于是有人就猜测 难道护照和其他证件 都被收走了吗 再加上 异地想了解一个人的家庭都很难 更何况是异国 而且风俗文化相差甚远 生活一定有着许多的不便 甚至是绝望 而且很快 又有网友开始质疑 这会不会是炒作 专门制造话题来吸引流量的 但面对IP地址 的确已经变化的事实 还是有不少网友 对这个说法提出了质疑 而随着舆论发酵的越发厉害 当事者00后女生 终于出面回应了 她说 自己现在是孕晚期 可能情绪有点不太稳定 所以对于很多朋友的信息 都没有及时回复 并对于因此给大家造成的误解 深表歉意 紧接着 又回应了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 她说 自己到达西非安顿好吃后 老公就开始陪着她找医院 然后陪她一起去做产检 而且马上就要去做最后一次产检 准备生孩子了 并没有大家在网上说的那种情况 虽然那边医院的环境 的确没有国内好 但好在老公对她足够用心 还表示 之后会发一些医院环境的视频 此外 她老公的家族之中 都没有坐拥好几个老婆的情况 关于结婚一事 她还补充道 两个人本来计划在2021年年底 领证结婚 但由于一些特殊原因 只能推迟到2022年初 据说 该女子的事情还惊动了当地的大使馆 不过大使馆称 此事正在核查中 所以具体真假性如何 我们仍旧不得而知 不过 还是希望能真如该女子所说 她的婚姻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不堪 也希望网友们能少一些偏坏的揣测 给人家的生活一点安静 坐拥百万粉丝的网红 如今可以说是遍地都是了 而且他们通过各种充满噱头的无底线炒作 让自己的粉丝仍在逐步增加中 而这次要说的乞丐哥 便是这样一位 只是他的视频内容实在让人隔应 非但充斥着各种脏话和无耻的炫浮 居然还明目张胆地说自己就是混社会的 如果仅仅是这样 那顶多是人品德行不行 但是也没想到 这样的一个看似人模人样的大网红 居然还参与了引诱陌生女性的无耻勾搭 画面上这名男子名为乞丐哥 是某手上的一名百万级网红 故事一开始 在2018年10月18日的下午 一个神色慌张的女性拖着行李箱 走进了江西省崇仁市公安局巴山派出所 该名报案者年纪不大 看上去似乎还是读书的年纪 他见到警察后立刻急促地大喊 我要报案 警方见状马上对他进行了安抚 之后向其询问了具体情况 他表示自己名叫阴影 湖南人 不小心被人骗到了这边从事不正当工作 七抽 阴影在交友软件上认识了一位名为 无情酷暖的东莞男人 在各种花言巧语的攻势之下 阴影很快就被其吸引 当时阴影认为自己与无情酷暖之间是纯洁的爱情 但没想到这一切 只是他自己的一厢情愿 两人聊了一个月左右 无情酷暖便提出了见面请求 阴影很痛快地就答应了 结果见面之后 无情酷暖便开车把阴影从东莞送到了江西 甚至还被要求提供幸福 在此期间 他不是没有尝试与无情酷暖联系 结果对方就说了一句 你自生自灭吧 面对男友的态度 阴影心如死灰 她多次试图逃脱 但都没能成功 她当时被关在一个三层高的牢房里 与她一同关押的还有一位名叫小雅的女性 后来阴影找准机会将阳台上的铝合金门窗撬开 沿着水管逃了出去 之后在一辆私家车的帮助下来到警局报案 警方立刻带着阴影前往那座三层牢房 可当到达后房子里却空无一人 之后 警方联系了这栋三层小楼的房主 在房主与阴影的指认下 很快就确认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犯罪嫌疑人名叫李昌 36岁 一个月前租下这栋房子 当时她称要在这里开洗脚城 警方掌握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后 立刻在各个路口设卡盘查 很快就将李昌抓获 李昌向警方交代 在阴影逃走后 她就意识到了事情会暴露 于是她将还未逃走的小雅 送到了距离县城40公里的福州市 在那里还有一个窝点 负责人名叫大卫 她俩是老乡 属于连锁经营 经常会交换女性活跃生意 而他们所控制的这些人 全部都是由他们的男朋友 带到这里的 价格是两万 之后 警方又顺利打掉了大卫的窝点 可惜没有找到 那位名叫小雅的被害人 据大卫表示 小雅已经被自己劝退了 临走时还给了她点路费 具体去了哪儿她也不知道 而在成功打掉两个窝点后 警方对无情酷暖展开了调查 从她的朋友圈可以看出 这是一位精神小伙 除了美颜自拍就是炫富视频 现今豪车搭配精神语录 可以说是十分潇洒 警方根据无情酷暖的住宿 车辆信息 很顺利地就查清了她的身份 名叫阿水 同时警方还发现 阿水在将因因送掉后 立刻就返回了东莞 于是警方立刻前往东莞 并且从软件上包装了一个女性账号 以猎物的身份出现在社交平台上 很快 警方就收到了阿水发出的好友申请 两人经过一段聊天后 阿水便发出了同聚邀约 同时还发来了她的具体地址 根据嫌疑人提供的地址 警方很顺利地就逮捕了两名嫌疑人 一个叫阿水 一个叫阿财 一位18岁 一位27岁 两人是叔职关系 被抓时她俩正在用手机和女性聊天 警方经过调查发现 这两人的所有社交账号汇总到一起 一共有一千多个女性好友 并且其中大多都还是花样年华 但让警方没想到的是 为这两人介绍买家的人 居然是一位坐用一百多万粉丝的网红 也就是乞丐哥 乞丐哥原名叫高德飞 1911年3月出生 平时在网上他总是以社会人自聚 号称作用丐帮三千铁骑 各种炫富装大哥 整天不是砸豪车就是在与人对吗 爷家 起初警方还不太相信高德飞会从事这种无敌线的活动 毕竟他作为一个网红 整天抛头露面直播打赏 目标太大 而就在警方疑惑之时 贵州警方发来了消息 原来 不久前在当地曾发生了一起聚众斗欧事件 而斗欧人员中有一位名叫大东的嫌疑人 此人正是带走小雅的人 据大东交代 他曾看管过五名女子 其中有三人都是乞丐哥介绍的 很快 警方决定对两起案件并案侦查 并立刻对乞丐哥进行抓捕 但让警方没想到的是 对于乞丐哥的抓捕工作异常不顺 乞丐哥虽然是个网红 但他行踪不定 四处逃窜 手机号也都是用假身份证注册的 而且他发布的短视频都是对脸拍 完全观察不到周围的环境 但是在2019年8月26号 高德飞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 当时他在网上发了几段视频 视频中出现了他刚出生的儿子 而视频的配文中提到了荣江市副保院 于是警方立刻前往贵州省荣江县 并迅速锁定了高德飞的所在地 可是赶到高德飞所在的房子后 房子中空无一人 屋里的桌子上摆着三只碗 碗里的饭还是热的 原来高德飞所在的周边装有很多私人监控 早就发现了盘山公路上的警方 而更让警方没想到的是 下山时竟然接到了高德飞打来的挑衅电话 在电话中 高德飞先是介绍了自己所具有的地理优势 像是一手南宫之类的 同时他还和警方商议 暂时不要抓自己 因为抓也抓不到 只要自己给孩子过了满月就去自首 警方见状也只好将计就计 以退为进 先是对高德飞进行了捧杀 呈其聪明伶俐 反侦查能力强 根本抓不着之类的 以此让高德飞内心膨胀 放松警惕 之后趁着夜色 警方又返回了高德飞的村子 将其抓获 而在充足的证据面前 高德飞也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高德飞2006年辍学 偷了家里300块钱 然后跑到广东东莞打工 但由于吃不了苦 好几样工作都没能干够满月 后来又跑到浙江省朱济市 加入了一个偷盗电瓶车的团伙 并且很快就成为了团队中的骨干人员 但遗憾的是 2011年5月被警方抓获 探处了两年有期徒刑 两年之后 高德飞出狱 开始四处漂泊 后来机缘巧合开始尝试网络直播 并给自己命名为乞丐哥 他也很快找到了流量密码 那就是网黑 全称网络黑色会 整天张口江湖 闭口不服 凭借着月价炒作 满口脏话 很快就积累了一定的粉丝 还签约了网络公司 虽说高德飞成为网红后收入直线上升 但他其实并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有钱 一切都是包装 平时他收的礼物 暴去平台和工会的分成 根本剩不下多少 另外 他为了排面 还必须与其他网红进行商业胡刷 再加上为了充连面 常常租豪车 布小弟 口袋里那点钱根本不禁折腾 如不付出的他 便把心思放到了这个生意上 但他为了降低风险 就决定既不买也不卖 只是在充当一个中介 随后 他就大张旗鼓地做起了这种违法够大 每次能抽取5000块钱的提成 据统计 高德飞供涉嫌参与的20名被害者的案件当中 事情发展到最后 法院分别判处阿水叔侄俩有期徒刑 是年零六个月和十年零两个月 而李昌夫妻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和有期徒刑十一年 高德飞则是被判处了有期徒刑十三年零六个月 案发一年后 有记者曾试图联系过阴影 但阴影的父亲却表示 阴影在回家几天后 就又和一些精神小伙搞在了一起 并一起前往了外地打工 至今不知去向 而话说回来 高德飞等人之所以能频频得手 完全都是在利用这些被害人设事不深 想要轻松赚钱的心理 这些设事未深的被害人 由于过早辍学 缺乏学校教育以及家庭的呵护 再加上他们都处在青春叛逆期 这就导致很容易误入企图 因此 我们在谴责高德飞这种不法分子的同时 也要重视其对安全的教育和自我保护 避免误入恶人的圈套 不信死亡场面是什么 大家可能想象不出来 但如果说到富豪网红被打假 就算不是罪射死 但也相差无几了 很多朋友都喜欢在网络上 刷一个有关富豪的视频 想着在他们的视频里长长见识